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段电台爱情 山姆的妻子因病离世了 很突然,很不公平,却也无可奈何 从那以后,她陷入了深深的悲伤 为了让自己能够好起来,她决定搬家 于是,她带着儿子来到了西海岸的一个城市,西雅图 这天是圣诞节 在巴尔迪摩的女记者安妮要和自己的男友订婚了 今晚,她要赶去怀生顿和男友的家人过圣诞 一路上,她开着电台广播 正准备更换频道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吸引了她 那是山姆的儿子乔娜 今天电台的主题是愿望与礼物 乔娜对着电台的主持人说 希望能帮我的父亲山姆找一个新妻子 再了解到山姆在痛失爱情后一直郁郁寡欢 不愿与人接触 主持人提议让山姆本人接电话 山姆在得知儿子从头找到电台后很生气 但在主持人的劝说下,她便都耐心了起来 开始讲述着自己的经历 妻子去世一年半了 她还是一直处于低潮 没有一天晚上能够入睡 安妮听着听着不禁被吸引了 而这天晚上有关山姆的故事主题就叫做 基雅图夜未眠 接着主持人询问山姆 是否会再次爱上一个人 以后又有什么打算 山姆回答道 这很难想象 我只打算每天睁眼呼吸 等待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的 我不用提醒自己其实还活着 也不会想起有她的日子有多美好 听到这里 安妮不经落泪 主持人继续追问 你的妻子魅力何在 山姆说不清楚 但她却肯定地说道 在和她相见的第一次 扶她下车牵着她的手 她就知道 有些人是命中注定的 这或许便是爱情的魔力 在听着广播的安妮也不经复核道 节目就这样结束了 安妮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安妮到公司上班 发现大家都在评论 昨晚的西雅图夜未眠 听说已经有两千个女人 向她表达了好感 安妮在知道后心绪不禁波动 她不停地劝说着自己爱的是男友 可她却无时无刻都在想着 那远在西海岸的山姆 那期节目 无论再听多少次 都还是会让她落泪 她可发疯了 自己应该是踏踏实实的结婚 而不是去想着那少之又少的完美爱情 在巴尔迪摩 安妮和朋友看着老舅的爱情电影大哭 那是一部男人看不懂的影片 在西雅图山姆 哄着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儿子 他们谈论着去世的妻子 她还是想追求一份完美的爱情 而她也打算走出伤透 晚上 山姆主动邀约一个名叫 维多利亚的女士约会 但乔纳并不喜欢她 并给电台打去了电话 说明了这个情况 安妮在听到电台后 心里像是堵着一般 朋友见她这个样子 并帮她把写好的信寄给了山姆 收到信的是乔纳 虽然不知道写信的安妮是何模样 却莫名地觉得亲切 她和自己的小女友和记者 要约安妮见面 于是她以父亲名一回信 约安妮情人节的时候 到帝国大厦见面 这让安妮对这一个未知的男人更加期待 她趁着出差的机会来到了西雅图 不停追寻着沙姆和乔纳的身影 却刚好见到了 沙姆正在迎见一位女性好友 误会的沙姆一瞬间心灰意冷 两人只是打了个照面 互相问了句 你好 安妮便匆匆离开 回到巴尔迪摩 安妮决定收心 不在理会心中 稀奇古怪的想法 和那个约会 好好的筹备婚礼 乔纳还是不停地 宣说着父亲要去见见安妮 父亲就觉得 乔纳只是对维多利亚不满意 才会如此 乔纳一心之下 拜托自己的小女友帮忙买机票 小女友的母亲就是买机票的 一番简单的操作便购票成功 在情人节前一晚 乔纳得知了 父亲明天要和维多利亚约会 她再次劝说父亲去纽约 并告诉父亲 虽然自己和安妮四位谋面 却很喜欢她 沙姆觉得乔纳是在刷小孩子脾气 不予理会 第二天一早 保姆来到家里 沙姆准备出门才发现乔纳不见了 通过去问乔纳的小女友才得知 她去了纽约 心急如焚的她赶紧买了其他的航班 此时的乔纳已经到达纽约 用自己在的零花钱打车到了帝国大厦 司机问道 你是去吐口水的吗 乔纳回答 我去见新妈妈 她上的观景台一个个的问着 你是安妮吗 却没人理她 乔纳只好坐在一边默默等着 而这边的安妮正在和男友约会 餐厅的位置正对着帝国大厦 她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做不到留下遗憾 然后结婚 她向男友坦白了一切 男友也决定放手 天已经黑了 乔纳还在等安妮 担心的沙姆终于赶到 她紧紧地抱起了儿子 安妮在和男友告别后 又打了一辆车 赶到帝国大厦 可当她来到观景台 已经禁止记录 在一番哀求下 保安同意了让她进去 沙姆刚好带着儿子坐上了下楼的电梯 安妮却刚好上来 观景台已经空无一人 安妮失落地逛了一圈 那和沙姆回来了 书包是乔纳拉下的 两人对视的那一刻 似乎真的有一股看不到的魔力 他们自我介绍了一番后 牵起了手一起离开 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 似乎早有安排 原来确认爱情的到来 并不需要轰轰烈烈 可能只是一个对视 彼此牵手一句话 而之前那么多次的擦身而过 也只是为了一次的对视互问 你好 爱情真的很奇妙 看似是一见钟情 但其实我们相识已久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了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